其實剛講到添加物 我想先提醒大家一下 豬飼料裡頭加添加物 通常是為了什麼 通常為了讓牠 比如說快速生長 為了牠減少疾病 或是其他的一些 在畜牧物上面可能對 這些豬農有利的方向 不是對豬本身 是對豬農本身有利的方向 可是如果是人呢 我跟大家講 我們人吃的東西裡頭添加物 頂多是無害 但大部分添加物吃多就是有害 我們一般 比如說我們吃的食品的色素 那些就是添加物 那些東西吃多絕對你身體不好 像有一些胃精啊 或是一些調味的東西啊 那些都是添加物啊 其實吃多對你的身體都不好 那我是昨天就很訝異就是 你要發Podcast 我以為他們應該 因為Podcast放在那邊嘛 讓大家聽嘛 我想應該是說好的東西 可是如果是說好的東西 為什麼會犯這麼離譜的錯誤 因為那個是一個回娘家的場合 因為同溫層太濃厚了 所以就喪失戒心 結果就突顯出他的程度 對啊 所以搞了半天應該要怪網友證 為什麼 如果你昨天是你是那個主持人 你不會講這個東西 他就不會犯這個錯誤了 真的 我們就一講我們就 那個節目就被檢舉了 說又什麼喊什麼不良內容 然後就立刻被嚇架了就沒事了 混蛋 果然是1450的始祖啊 真是混蛋 但我真的覺得 你好歹是大學的教授 你還是農經方面的 你對這種東西有基本的概念吧 你現在還是農委會的主委 你再怎麼樣 怎麼會認為說萊克托巴胺 他就好像是 只是一種天壓力 就好像是人吃的保健食品一樣 你到底是怎麼樣去扯出這個話 昨天他第一時間 還在那邊硬拗說 我沒有講說那是人吃的保健食品喔 後來實在拗不過去 因為連陳時中都拗不下去了 陳時中不敢挺他啦 陳時中已經算是 台灣的政府官員的前三名能拗了 前三名這個 對 能拗的 他超級會拗的 結果他都拗不下去 不過我說真的啦 以他拗的功力 我有點小看他 只是因為這件事情 沒發音在他身上 如果發音在他身上 他就拗過去了 那他都不幫你講拗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沒必要拗嘛 說什麼拗 而且任何人聽到你講那話 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啊 這還要拗什麼呢 所以到今天下午 陳時中也改口了 他說他以後用詞會精準一點 這個不是用詞經不精準的問題 這是你的基本觀念 就很嚴重的問題 這非常嚴重 我真的很想請教 如果你真的認為他是一種 像保健食品一樣的東西 只是飼料添加物的話 那你到底有什麼理由 不讓台灣的豬吃 我到現在想不通 他對豬這麼好 對不對 像保健食品一樣 你趕快給台灣的豬也添加 那為什麼全世界這麼多國家要禁止他 這麼簡單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不要再拗 再拗就難看 那當然他今天選擇了一個 比較好的下台方式就是說我用詞不精確 因為他知道這已經在網路上興起很嚴重的民怨 可是呢 我必須很遺憾的講 這個事情大概很快就會消失了 就沒有人想起來 這是台灣目前最可怕的地方 大概一下就一堆人都忘記了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台灣其實以前用過萊克多巴尼 真的嗎 台灣其實以前有人用過 夭壽不知道 大概二十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萊克多巴尼看出來的時候 其實台灣 而且不只是萊克多巴尼 以前好幾種瘦肉精在台灣都有人用過 其實都有 那後來為什麼慢慢沒有 因為第一個 用了萊克多巴尼的豬 確實出現一些很奇怪的現象 比如說攻擊性變強 然後這些豬很容易躁動 那另外一個我據說啦 我不知道真假 因為 他的肉會相對受肉變比較多 但那個肉好像聽說也變得 肉質沒有那麼好 所以變成顧客也不見得愛吃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慢慢 再加上我們政府發覺 他可能有問題 所以開始禁止之後 慢慢台灣萊克多巴尼 跟其他瘦已經消失了 韓兵我補充一下一個數據 農委會發現 台灣民間有人用 克倫特羅瘦肉精的一種 比萊克多巴尼強2000倍 2000倍啊 2009驗出0.81% 2010年驗出1.71%的殘留 那2011年爆出一個大新聞 說有人用克倫特羅 這個瘦肉精的黑心腸 暴力5000萬 亮哥換手機了 你看我多厲害 你換眼鏡我也知道 你換手機我也知道 你看 所以 是朱立倫送你的嗎 不要看錯重點 是朱立倫送你的嗎 朱立倫應該很難送到 帥總統送你的 我要講的意思很簡單就是 我們台灣不是真的是 純潔的小白兔 我們是受過瘦肉精的害 我們是因為受過這個害處之後 我們才把它禁絕掉 後來還一直在抓 那你不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詭異的情況 國內不斷的抓 用放大鏡去檢視你 國內豬肉到底哪一個瘦肉精 誰用了我就處罰他誰 甚至以後讓你永久歇業 結果我們政府把門打開說 瘦肉精豬你進來進來 你不覺得我們的政府有毛病嗎 這個邏輯真的很奇怪 你們不准用 但是別人用 可以賣進去 那你乾脆讓大家用啊 有什麼問題呢 這就是 我覺得這到現在為止 民進黨完全無法自圓其說的一個東西 你先不要去講說 什麼時空環境不同啊 什麼東西 光是這個 如果它真的這麼好 那你為什麼不開放國內用 我不懂 我在這邊再補充一下 這個是生活化學網站 豬上市前28天 只要加入微量的瘦肉精 20ppm 只要20ppm 就可以讓每一頭豬增加5公斤的瘦肉 降低3公斤的脂肪 減少18公斤的排泄物 省下18.5公斤的飼料 那提早4天 可以達到可銷售體重 哇賽 這是 所以為什麼是暴力嗎 是啊 那我們幹嘛健身啊 你看脂肪掉這麼快 所以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吃那個高蛋白質 你敢吃瘦肉精就好 可是我講一個 大家有沒有想過 像幼正常健身就知道 要一下子在短短28天不到一個月之內 你 那個肌肉率要提高這麼多 脂肪會降低這麼多 你覺得人會怎麼樣 你的情緒會非常不穩定 是 沒錯沒錯 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逼一隻豬便這樣 你覺得他會怎麼樣 沒錯 賓哥這個講得太對了 沒錯沒錯 這是很明顯的 40%那個地方嘛 所以 美國當時強逼的Coldax 通過那個標準之後 全世界一大堆國家還是很疑慮嘛 就覺得很有問題嘛 因為事實擺在眼前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間 能夠改變他 那 除非真的是上天次的仙丹 不然的話哪可能 除非這麼奇怪的東西 怎麼可能 它基本上看起來 就像個毒品興奮劑之類的東西 對 而且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就是 就是 美國人其實本來 他 萊克多萬一度興盛到30% 40%以上 嗯 那為什麼最近這幾年慢慢降低 像20了搞不好 馬上掉到20以下了 20%的美國 如果他真的這麼好 為什麼會降低 去年是22 去年22啊 為什麼會降低 很簡單嘛 他有一度高達60 是啊 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 美國人自己也不想吃嘛 就這麼簡 這麼單純嘛 美國為什麼 他們現在廠商都要標示 因為他標示之後我才可以選嘛 你要便宜的 就去吃萊克多萬豬 那要不然就貴一點 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我們蔡政府現在是 連標示都不准我們標示 雖然他說讓廠商自由標示 哪一個250廠商會去標示 我標示不是砸自己招牌啊 對啊 我幹嘛要標 以後不要說有的 沒有的都沒人敢買啦 是啊 因為我不標可以跟你買一樣的價錢 對 我標了可能根本沒人要買 請問一下我會選擇哪一個 傷害我的信譽 這不是很明確的 可以有的一件事嗎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 四大公投球最難拗的我覺得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實在是沒什麼好拗的 而且都是民進黨自己反對 更是陳吉仲當年堅決反對 他自己還承諾過 他如果當個部長的話 絕對不會讓這個東西進來 結果他率先就讓他進來 厲害了 所以 到現在這個階段 陳吉仲你媚著良心 去到處做這種不實的宣傳 已經幾次了 記不記得之前 去年的時候 不是還有一個網站 他會下預算 你叫他講的 把萊克多安吃得好棒棒 對啊 對對對 然後後來被罰 不就這樣嗎 你還在幹這種事 如果你真的覺得萊克多安這麼好 你政府趕快辦個聽證會啊 公聽會啊 請在野黨或是其他反對的學者 大家來辯論嘛 想辦法把大家博倒 民進黨不是最喜歡講用科學嗎 不是已經有國際標準了嗎 看看那個國際標準本身 接不接受得起檢驗 說真的任何一種藥 能夠在短期之內 讓你身體產生重大改變 那絕對有強烈的問題 我跟大家講 我自己親身經歷啊 我在幼稚園之前 我身體非常差 三天兩頭就感冒 感冒到你知道 我變成醫院的模範 就是每一次有 因為我們小時候看醫生非常貴 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完全沒健保 然後每一次呢 我媽就帶了我 就住在那個診所那邊 然後有旁邊的那個太太 在那邊跟醫生抱怨說 哇你這個收費怎麼那麼貴的時候 那個醫生就會指我媽說 你看 謝太太跟他兒子 人家幾乎每天都來 人家一句都沒講 我就已經變樣板 模糞病人 太棒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每天病歪歪 瘦瘦的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結果一直到我大概 五歲五六歲的時候 他突然跟我講說 跟我媽講 有一個很有用的藥 你兒子一打就好 你要不要試試看 那你知道我家那時候 已經被我的醫藥費負擔 喘不過氣了 那個藥很貴 但是那個醫生保證有效 哇塞 這什麼神藥啊 我跟你講 一打下去之後 我完全變了 我不出三個月 我又長高又長胖 然後胃口大開 什麼都吃 然後也不感冒了 也不會啊 我就不生病啊 你打的萊克多巴胺嗎 不是 不是 我打美國仙丹嘛 就是類固醇 就是類固醇 這麼厲害 對啊 不過你沒有一直打 沒有啦 因為我身體變好之後 我就沒再打 因為你那時候還小啦 所以打了 有進去 你體質改變就好了 但是那是我運氣好 如果我一直這樣打 很多都有後遺症 對啊 打類固醇 最基本你會變月亮0 對對對 就是這樣 那其他 你打的越多 你看那些運動選手 我講比較難聽一點 那些成績很好 那些選手為什麼很多都找死 就是因為他為了增強自己的肌力 為了增強這些東西 就拼命不斷打類固醇 而且他們吃東西會很偏 是 營養會很不均衡 那 人 會這樣子 你以為豬不會嗎 他跟我一樣是哺乳動物啊 那 你長期吃這種豬肉下來 你覺得你會怎麼樣呢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明確的東西嘛 那 網路上很多人在講 我也覺得 這麼簡單的事情 那我們就別的不講好了 我們先不要談說要不要進來 萊克多巴胺豬 那我就麻煩陳其中主委 我也不認為他是人的保健食品 嗯 那就很簡單嘛 你親自吃飯 你說你豬農之子嘛 你叫你家養的豬拿來 你特別我們特別允許你 就針對一隻豬 你就給他吃萊克多巴胺 嗯 然後你全家吃給我看 哦對 就好啦 他們叫現在還有在養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在養 但你就吃給我看 或者我們特別給你一隻豬 給你一群都可以 對 你就 給他打萊克多巴胺 你們全家吃給我看 這輩子都要吃哦 嗯 就一直吃 你就一直吃啊 你願意這樣做 發誓你願意一輩子吃這樣 那別人願不願意我不知道 我現在並跟你一起吃 好不好 你敢不敢 所以不要媚者良心講話 這些都是有科學可以去檢驗的嘛 我也坦白跟大家講 萊克多巴胺到底對人類身體會產生什麼影響 到底多大劑量以上會產生影響 其實國際 除了Codex那個很奇怪的標準 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歐盟因為他實驗也沒有做足 而且每個人體質不一樣啊 標準都不一樣 所以他並沒有一個完整的科學答案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你不是不能進 第一個 你好歹就跟我們的高端一樣 你把實驗做完嘛 嗯 你拿出數據來 真正的實驗 客觀的機構 因為美國那個是直接肉品公司自己做的 對啊 那請問一下誰會去相信這個東西 就好像如果今天高端實驗都讓他自己做 拿出來就說 哇多厲害多厲害 沒有經過同彩檢驗 請問一下誰會相信 高端現在就是這樣啊 是啊 所以別人相信啊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如果美國願意這樣做 我也覺得OK 但是我覺得 更有趣的一點就是 其實大家知道嗎 我們現在不吃萊豬喔 其實是在幫美國人 欸 怎麼會美國20% 美人要吃台灣吃啊 第一個 眼前大家注意到 1月開始我們進了 開放進萊豬之後 美豬的銷量比去年還要差 真的啊 因為大家都疑惑 裡頭會不會有萊豬啊 所以他買的人變少啊 因為他不准標示 對啊 你不標示 那乾脆我都不要吃美豬 只要是美豬 我都不要吃就對了 第一個你害到 現在沒有加萊克多巴胺的美豬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美國人自己都想說 我盡量能夠不吃萊豬 就不吃萊豬 萊豬唯一的優點就只有便宜 其他沒有 嗯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 大家一起抵制萊克多巴胺豬 到最後逼死美國肉品商 他為了做生意 他為了回下去 不得不放棄萊克多巴胺 那這樣子是不是美國人 也解放以後 也不用標示了這麼麻煩 大家都可以吃到 沒有萊克多巴胺豬 我們是不是救了美國人 在學會議員 一完成 成功 那這樣子 我答案 就是 馬甲 地方 比較 那一點 每一個 地 牡